我叫Dexter King 我的朋友们叫我德老师 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也是一个混音师 那么业余时间里面也会做DJ 欢迎你们来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 像在Studio方面的话 这一间是暗色系 我家里面是一个亮色系的Home Studio 暗色系的好处是 你不会觉得任何动线突出 可以和你的鼠标键盘和电脑 用一个最轻松的心态去交流 这一切是从初中时代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了Daft Punk 我的第一个模仿对象 是我下载第一个DAW的原因 最开始学到的东西 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是三个 一个是你声音本身找到的这个Sample 对不对 如果想做出来你想要的音乐的话 你要先有你自己想要的声音 那么第二个是你这些声音你可以去润色它 润色它的第一个其实是它的EQ 润色它的第二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压缩 是Compression 那么这三个东西造就了我以后做的所有的声音和所有的音乐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做音乐的大概的流程 首先你肯定需要一个最基础的动机 利用这个动机 其实是可以写一个相应的情绪的和弦走向 我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是接下来一步 我可能并不会是把某一个东西做的特别好 我会把它整体先尽量的完成掉 后期的事情留给后期做 我觉得就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过程 这首歌的名字叫Only You 是2021年我发在Monster Cat的一首歌 我是因为这首歌才有很多人知道了我 那么像这首就是从一个钢琴和弦开始的 所以我们需要让它听起来更加的电子 然后一个过载的钢琴 Basseline 接下来一个非常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鼓组 在我的概念里是分两个部分的 一个是它的Top组就是没有低频的组 一个是它的Kick 就是它的Shaker Close Head More Shakers Open Head 还有一个Right 然后它的Clap Snare 那这基本上就是它的Top组 Kick 加上它的Top 那么把刚才的Bass和它的和弦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歌了 像所有的EDM或者是Dance Pop 你都需要一个Drop 那么就给我选择用旋律去做这个Drop 放在一起 自己的音乐我会首先跟自己的近期的几首歌去对比 你的所有乐器的音量的比例 还有所有乐器的相位 它其实会形成你的风格 有的时候太随意太激进 你可能都会偏离你本身的品牌的风格 在帮其他艺人做混音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去听他给我的两到三个对照鬼 首先是他自己的音乐 另外几个可能就是他想在这首歌里面 听到的意图 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些对照鬼去综合起来 帮他做混作 在Studio里面做歌呢 还是比较习惯用监听音响的 音响是可以给一个制作人很多自信的 对我们来说什么样才算是好的音响 音响它适应环境能力是很重要的 像A77H后面是有四个按钮的 它们的作用是可以帮你适应环境 因为你总会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它 第二个是它能让我更加持久的工作下去 人不可能一直都能在一个音量上面 坚持80dB 90dB 大声小声的平衡也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音响它是只有在很大声的时候 你才听得准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音量都能听清楚 耳机更多的是用来换一个角度停 换一个距离停 其实很多注意不到的东西 通过不同的设备播放出来 你能听到很多你并没有意识到的错误 或者是你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每次表演对我来说都是我这一个星期或者是这一个月里面很高光的一两天 DJ真的是需要去体会大家现在的感受的 而且不是一两个人 是一两千或者一两万人 所以你是需要不断地给他们惊喜的 其实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 你要知道你今天的选曲里面有哪些 这些选曲是不是你最自信的一些选曲 放其他人的音乐 你有没有把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当然听起来是很简单的 大家也都让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练习了很久 我遇到的最大的瓶颈就是你无法完成一首歌 你无论是开始的创意很厉害 还是到了最后你觉得我可以把它完成掉了的时候 你还是完不成 早期一些打破瓶颈的方法就是降低我完成品的标准 那么成熟的解决方法对我来说是寻求朋友的帮助 甚至哪怕这个人就坐在你旁边 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做什么 所以很多制作人会养猫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那么用几句话或者是几个词去形容我的音乐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是音质 第二个是饱满的情绪 第三个是游戏 首先我的音乐在游戏里面应用很多 而且做音乐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 其实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游戏 因为你要打破很多瓶颈 攻克很多难关 最后会有一个大boss 就是混缩 要把我做好 如果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制作人来说 其实那些挑战都并不算是很大的挑战 都是可以用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可能会形成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很大的瓶颈 音乐其实是你思想的投射 那你投射在这个世界上 去给别人听 就有了别人对你音乐的反应 走出去跟人多交流 多晒太阳 也就是我打破这个瓶颈的最好的方法 如果现在可以让我回到我初中的时候 刚刚开始用DAW做音乐的时候 我会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 你如果喜欢做音乐 你喜欢Duff's Punk 你喜欢独处 那其实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不要被身边的人给你的压力所压倒 我觉得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到现在三十几岁为止 对我帮助最大的 我比较庆幸自己知道如何 用DAW这种东西 把你的思想投射到这个世界上 它是一个生要带来死也会带去的东西 无论是我想还是不想 音乐都会跟着我一起走到老